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也有人问 你这个宏光大成就 结果会怎么样? 告诉大家 这个宏光大成就以后 其实每一个人到最后都一样 你有没有宏光大成就 到最后通通一样走上一条路 这一条路在佛教里面讲就是 颜吉,就是涅槃 大家都一样 但是宏光大成就的人 他本身他能够显现宏光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能够自主 最重要是自主 什么叫做自主呢? 我将来往哪里去 我知道 而且知道怎么走 这个就是叫自主 有很多人 这个 临终的时候 要延吉的时候 他不知道往哪里去 不知道怎么走 这个就是有修跟没有修的差别 在这里 你一天到晚赚钱 烦恼世间的食物 这个 天天牢牢路路路过一生 那你将来不知道怎么走 今天教你这个宏光大成就 就是说将来知道怎么走 红光大成就的人 他在成就的时候 他要走的时候 这个顶上会产生红光 现出彩虹光 虚空中也有彩虹光 他一现出光的时候 他的人就缩小 然后再现光 再产生光 人再缩小 缩到最后啊 剩下皮跟毛 指甲跟毛啊 连皮都没有了 就全部化为光 就剩下一道光 那么西空中有彩虹 这一道彩虹 深入西空中的彩虹 非常殊胜庄严的 这是最伟大的成就 叫不死红光生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剩下的毛、法、指甲 那么也有这样 这是第一等 第二等呢 他现出红光 身体现红光 深入西空之中 身体缩小 但是这个身体啊 变成全身舌利 全身都是舌利子 很坚固很坚硬的 像金刚一样的 像金刚处一样的 这个也是红光大成就 但是这个是第二等的 第一等的是全身都没有了 第二等的还有 第三等 就是身体没有现红光 但是他身体里面一佛化 里面全身都是舌利子 出来的都是光明的舌利子 那是初级的红光大成就 这个舌利子啊 就是一个颜 就是一个金刚子 金刚子的一个颜 一个颜形 是这样子的 所以 所以红光大成就也有分好几等 这个修行最重要啊 就是能够自主生死 你要你发现将来要转世 你就知道我将来要转世到哪里 我可以事先写出来我要转世到哪里 这个修行才是有成就的 你今天呢 不知道你自己怎么走 不知道你死后往何 往哪里去 那个就是一种凡夫的一种现象 完全就是一种凡夫的 你修行有成长 你自己身上的生命物质也会有成长 你看我今天啊 这个卢斯尊啊 把头华理掉 理掉了这个头华 你这几根头华是没有营养素的 没有边缘的 也就是说 你这几根头华便没有营养 不会再有营养输入了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不会再长的 但是你只要存的德法 你存的德法 放咒 你给他念咒 然后我这个头华会再长的 拼命长 长了很多 本来只有几根呢 变成几千几万几亿根的头华 而且会长 而且会长 这个本身就是修行本身呢 他在滋长 他在滋长 我这个本身所修行的这个维世跟剥业 他本身呢 已经融入整个宇宙之中 虽然是几根头华 他也在增长他本身的法力 一直在增长他本身的法力 很多的这个收集啊 师尊头华 几根的这个地 他放着 因为师尊本身的法力在增长 充满着整个宇宙之间 照样那些头华一直在长 一直在增加的 所以这个就是本身一种修行的一种象征啊 一种力 一种法力 修行这个宏光成就法 很多的利益的 你本身能够自主生死以外啊 你还可以明白宇宙的真理 这个是一个重点 你明白宇宙的真理啊 你就懂得啊 这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你懂得促世的哲学 所谓宇宙论啊 有没有 所谓的这个相对论啊 所谓的为事论啊 所谓的绝对论啊 你都能够超越而且能够明白 这个一般来讲起来啊 人生的价值啊 亦以这个为最高的最高的价值啊 其他的价值啊 都物质上的价值啊 都应该在次一等的 所以我今天啊 能够明白啊 什么是太极 这个宇宙自然的 太极就是宇宙自然 那么什么是八卦 天地雷鸿则水火山 天地雷鸿则水火山 由太极啊 分两亿 两亿啊 变四相 四相可以变五行 五行变六合 六合变七七 七七变八卦 这个中国的这一种 道家的这一种 啊 一种变化 天地雷鸿则水火山 包括了地水火红空 这是一种科学 也是一种哲学 也是一种玄学 那么你研究这个剥叶跟维士 你能够画出剥叶跟维士的象征 这个也就是你本身啊 深入研究跟实修以后啊 你能够懂得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 它本身有一个象征物 你在十项剥叶里面 你也可以观照出来 这个才叫做德政啊 那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这样备命好吗